烈化炉的外壁延伸出了一个漆黑的金属恶魔头颅 恶魔头颅的下方还有一个石槽 一滴滴黑色的液体正从恶魔头颅中流淌下来 注入到了石槽之中 而石槽早已经注满 往外溢出黑色的液体 浓烈的魔气弥漫在了石室中 经久无散 这些黑色的液体似乎融入到了石室后方的一个个纹路之中 形成了一个诡异复杂的图案 给人一种十分妖异的感觉 秦晨之所以认为那是魔液 是因为此液体中蕴含着诡异的魔力 正常舞者很难吸收 但是能出现在这里 定然是有其特殊的作用 还能用吗 秦晨走到了石槽旁边 发现石槽并不简单 这竟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阵盘 石槽之上有着一道诡异的禁止 这禁止就算是让现在的秦晨看上一眼 都有些悬晕 这是什么禁止 秦晨大事一惊 更是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无论是这炼化炉 还是石槽的气息 都是无比的孤狼 像是运转了无数万年一般 秦晨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已经知道了这远古魔地的来历了 哪怕这些石槽是一魔族人布置下的 那难道说这炼化炉和石槽已经运转了数万年吗 这还是一魔族人布置的前提 如果是冤魔族人布置的 恐怕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历史 那么这炼化炉究竟是怎么提取能量的呢 又是如何炼化出来这些黑色的魔叶的 秦晨走上前去 右手搭上了炼化炉 奋力一拎 空隆一声 炼化炉顿时被掀开 居然没有半点的阻碍 而后 秦晨目光凝视下去 眉头一挑 露出了无比惊讶之色 炼化炉中没有任何东西 只有一个黑色的水晶 水晶大约拳头大小 随着炼化炉的运转 一丝丝的黑色气流汇聚在一起 凝聚成了黑色的液体 进入到金属恶魔头颅之中 然后流淌下来 炼化炉能运作数万年 应该和这宝殿中的阵法有关系 阵法可以抽取天地能量 提供动力 但是 这水晶被炼化了数万年 居然还没有消散 直觉告诉金臣 这个黑色水晶不简单 如果这黑色水晶 相当于魔族的真实的话 那么 起码也是圣经这一级别的 否则 像是一块极品真实 如此大阵 恐怕不超过一天就炼化呆尽了 岂会运行这么久 此物 价值无量 打亮了一眼黑色水晶 秦晨伸手去拿 好重啊 拳头大小的黑色水晶 比秦晨想象中的重了千百倍 以他单手能抓起一座山峰的力气 拿起来都是不轻松的 初步过去 这块晶石比之前那十台都要重了一些 这种密度已经超出了秦晨的理解能力 并且 一丝丝的黑色的规则能量 在秦晨的手掌之中运转着 恐怖的魔气竟然渗透秦晨的肉身防御 瞬间涌入了秦晨的脑海 秦晨的双眼露出了梦幻之色 灵魂一个机灵瞬间清醒过来 急忙放下了黑色的水晶 缩回了手掌 秦晨右手握住了黑色晶石的地方 被腐蚀出的一道道细微的伤口 在九星神帝爵的治疗下 缓缓地被治愈了 好恐怖的腐蚀心 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异魔族功法 对异魔族规则有一定的掌握 光是这黑色的晶石散溢出来的魔气 就能将我手上给腐蚀掉 秦晨倒歇了一口凉气 他的防御极其的可怕 别说一道魔气了 就算是一名武帝枪者催动地兵 也未必能在他的身上留下伤口 可仅仅是触碰了一下这黑色晶石 就差点受了伤 这腐蚀性远超秦晨见过的任何东西 黑色晶石和炼化炉都很完好 可以继续使用 而且这魔业无比精纯 说不定对摩卡拉他们有帮助 能让他们早日恢复实力 秦晨念头一动 实力越高 越需要帮手 世界太大了 有许多未知的显定 秦晨自然希望身边的人实力越强越好 红龙一声 秦晨探出大手 抓射向了那炼化炉 同时 整个炼化炉上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但是 无法阻止秦晨抓射 被秦晨一点点地收入到了乾坤造化与蝶之中 红龙一声 一声暴鸣 石市中央空空如银 炼化炉被秦晨瞬间收入了乾坤造化与蝶之中 同时吩咐老袁等人道 老袁 这磨叶你好好研究研究 呵呵呵 秦晨小子 这交给我们好了 老袁激动地说了一声 当这炼化炉进入乾坤造化玉碟后 刚一闻到散逸出来的黑色磨气之时 老袁就感到身体中的力量蠢蠢欲动 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滋舞一般 这绝对是对他们异魔族极其有用的强大之宝 本来老袁对自己恢复实力还不是十分自信 因为他恢复需要的能量太多了 而且在天舞大陆 他的力量无法得到不断的补充 只能通过吞噬异魔族高手来恢复一些 但是现在感受到了这炼化炉之后 他隐隐地有种感觉 或许自己真能在未来不久之后的某一天 恢复曾经的巅峰实力 摩卡拉和骷髅舵主也激动不易 嗖嗖地瞬间来到了这炼化炉之间 感知石槽中的磨叶力量 身上却是亮起了黑色的光芒 浑厚的力量不住地往身体中涌去 感到无比的舒畅 那被镇压在乾坤造化玉碟中 来不及处置的木仓吾 此时也发出了一道嘶吼之声 血色的双瞳死死地盯着烈化炉 发出了嘀嘀的吼叫之声 嗯?这木仓吾有变化? 秦晨皱眉露出了惊讶之色 他现在已经知道 木仓吾之所以能实力暴涨 并且浑身长毛 是因为被那黑红色的魔影融合的缘故 一般被黑色魔影叮嘱的人 只会迷失神志 变成行尸走肉 只懂得杀戮 但是被黑红色魔影夺赦的人 却能保持那么一丁点神志 但是秦晨好奇的是 之前一魔族高手是如何控制木仓吾的呢? 让木仓吾听从自己的号令 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 这里的黑色魔影 绝非是一魔族所制造出来的 若是一魔族高手能制造出这等恐怖的黑 当年早就将天武大陆给占据了 岂会数次进攻都没攻下来啊? 如此一来 这些黑色魔影和暗红色的魔影 显然是天界的冤魔族 所制造出来或形成的 如此才符合常理 而之前 秦晨在魔地中看到的无数被夺舍的人族强者 被操控着走向魔地深处的场景 知晓此地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 能吸引这些丧失神智的强者 可是之前 在第一条岔道上的那个一魔族 是如何操控木仓吾的呢? 秦晨虽然读取了那一魔族高手的部分记忆 但是一部分记忆却是没有查到 因此始终没能弄明白 可现在看到木仓吾的状态 秦晨心头微微一动 或许那一魔族是依靠着某种物品来操控对方的也不一定 此念头一出 秦晨顿时灵光一闪 这极有可能啊 难道是圣境精血? 秦晨有所猜测 那圣境精血能让一魔族的人实力暴增 显然并非是当年他自己的精血 极有可能是冤魔族的血液 如此一来 一切便能说得通了 嗯? 这里的宝物呢? 秦晨正思索着 忽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几道人影出现在了石室之外 秦晨转头望过去 顿时有些乌鱼 来的人正是地震阁的徐汉天 靠 真是阴魂不散 此地可以屏蔽舞者的感知 再加上秦晨陷入沉思 没有时刻关注外面 所以被对方侵入到的石室都没有感知到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却偏要闯进来呀 须翰天大笑不已 带着几个人瞬间掠入到石室中 轰隆地一声将石室的门给关上 而后笑眯眯眯地看着秦晨愣笑 本阁主倒要看看 现在还有谁来救你 秦晨摸了摸鼻子 道 你确定真的要动手吗 须翰天目光一喊 愣笑他 臭小子 你以为本阁主怕了你啊 之前离开 只不过是在意你身边那个随从罢了 若只有阁下一人 早就被本阁主给杀了 还轮得着你现在这么嚣张啊 须翰天为之前自己的逃跑 而感到恼羞成怒 现在看到只有秦晨一人 心中的杀意自然是无限的爆发 约约相报何事了啊 秦晨苦笑了一声 他是真不想和对方交手 无他 太没劲 可惜 须翰天显然是误会了秦晨的意思 以为秦晨在求饶 顿时哈哈大笑道 现在才想到求饶啊 太晚了点吧 不过你若是跪下求我 本阁主高兴之下 说不定饶你一条生路 须翰天笑眯眯地说道 说话的同时 朝着身边几位使了个眼子 这几个人瞬间就将秦晨给包围了起来 同时手中各自出现了一个阵盘 呜的一下 可怕的阵光一下子升腾了起来 将整座时室给包围住 而秦晨便是位于石室的中央 可谓是左三层右三层 没有一色漏洞 这几个人据是地震阁的高手 实力和魏紫阳在同一个层次上 也据是震道的大师 其中最弱的一个都是八级巅峰的黄级阵法大师 在五玉二重天之中赫赫有名 不得不说 这须震天能力是极强 居然将雷州附近 甚至五玉二重天中的几大阵法大师 都请到了天雷城 还组成了一个地震阁这么个顶级势力 你这是准备人多欺负人少了 秦晨目光一冷 悠悠地说的 嘿嘿嘿嘿 老子就是人多欺负人少 你弄咋的 须翰天大笑 之前的愤闷一散而空 而后目光一冷 咧嘴道 看来你是不愿意乖乖地求饶啊 也罢 只要拿下了你 你身上的宝物还不统统归老夫所有吗 而在这里 将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斩杀 你那仆从想来也不会知道是谁动的手吧 哎呀 说实话 真的很遗憾 听说阁下是不久前才来到天雷城的 以阁下的实力和身份 应该是大陆某个顶尖实力之人吧 只可惜 默默陨落在了这里 也许连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嘿嘿嘿 动手 须翰天一声冷和 手掌 木然地挥下 嗡的一下 可怕的阵光迅速地升腾起来 秦晨如今被困在时事之中 无从闪躲 顿时被无尽的阵光给包裹在了中央 但是秦晨嘴巧依旧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轻轻地整理了一下衣服 摇头道 你高兴得太早了 秦晨轻轻地催动乾坤造化雨碟 同时淡淡的 诸位 都出来了 嘿嘿嘿嘿 主任 你可让老摩我憋死了 真是憋得老摩我好难受啊 嘿嘿 主任 我都快别出内伤了 两道刺耳的大笑之声响起 与此同时 秦晨身前黑光一闪 摩卡拉 咕噜多主出现了 两个人身上爆发出了滔天的魔光 如同两尊从炼狱中走出来的魔神 什么 虚汉天的眼珠子 目的瞪圆了 其他几个人也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我靠 怎么这时事中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呢 这俩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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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有传说中的小世界 突然 似是想到了什么 虚汉天的眼睛爆起 身躯颤抖 他也算是大陆最顶级的强者 自然知晓一些传说 传闻 在远古时代 圣境强者横行的时候 天地间有一种宝物 能蕴含一方天地 拥有完整的规则 可以让活人进去其中生存 而不是死亡 这种宝物被称之为小世界 但是 小世界在如今的大陆之上 只是个传说而已 别说亲眼见到 即便是听说的人 也是寥寥无几 虚汉天也是在某一个远古遗迹中 才得知小世界的消息 但是 从未见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